Hello,大家好,我是志祺,欢迎回到志祺七七的podcast,每周一到五陪你聊聊新闻时事,收谋议题或是一些轻松有趣的生活心知。 你喜欢看ASMR的影片吗?你知道这些让粉丝炉内高潮的声音对另外一群人来说,却可能会让他们焦虑,生气到想打人吗? 今天的这一集,我们要来聊聊的主题就是孔音症。 平常像是指甲刮黑板的声音,宝丽龙摩擦的声音,大部分的人应该都不太喜欢听到会起鸡皮疙瘩。 但是,像别人在耳边的喃喃细语、呼吸声、打字声这种,一般人听起来可能不觉得怎样,甚至觉得蛮疗愈的声音,对某些人来说却可能是巨大的折磨。 不只是会让他们感到很有压力、焦躁、愤怒,甚至还会引发恐慌或者是攻击行为。 到底为什么有些人会对某些声音反应这么的激烈?这些状况正常吗?又会对生活带来什么影响呢?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孔音症吧! 孔音症的典型症状之一就是多数人觉得中性的声音,患者听起来却觉得非常的反感,甚至引起强烈的负面情绪。 通常孔音症的患者会对于人所发出来的声音感到厌恶,例如呼吸声、吸鼻子的声音等等。 但也有人对于机械式的这个声音也会觉得反感,像是键盘敲击声或是按压原子笔等等。 这些声音会让患者感到异常的厌恶、恶心或者是生气,甚至会造成生理上面的不适,像是出现呼吸急促、声闷等等的症状。 而像是咀嚼声这种很多人本来就不怎么喜欢,觉得有点恶心的声音,对于孔音症患者来说,他感受到的痛苦可能还会比一般人还要强烈很多。 那这些状况通常是在患者童年或者是青少年时期就会开始有自觉,反而比较少人是在成年之后才发现自己有这种倾向。 诶,那这是不是表示孔音症是天生的呢?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到底为什么会有孔音症吧? 孔音症这个词其实是在最近10年才开始获得比较多的关注,而且它的相关研究还在2020年获得了搞笑诺贝尔医学奖。 但是也因为这个主题比较新,所以这种状况目前还有很多不同的解释,还没有一个普遍的定论。 过去,有学者把孔音症当成一种被制约的反射,也就是大脑不小心将特定的声音跟患者讨厌的或害怕的事物连接在一起。 所以一些对于大多数的人来说算是中性的声音,患者听起来却是讨厌、令人生气、害怕的刺激。 此外,也有学者怀疑孔音症其实就是一种强迫症,或者是广泛性焦虑症的表现形式。 因为孔音症患者对于某些声音的执着就像是强迫症, 而他听到声音之后所产生的反应,也有点像是焦虑症患者常见的症状。 确实,在孔音症患者身上,常常也会出现像是焦虑症、忧郁症这些共病的现象。 但是这几年讨论下来,目前学界大多还是会把孔音症认定成是一种独立的临床症状,不见得跟其他的疾病有关。 而另外,也有脑造影的研究发现,孔音症患者可能是因为内在体肝导致的。 也就是说,孔音症患者脑袋的知觉还有理解声音的方式都跟其他人不太一样,所以才出现了恐惧特定声音的状况。 嗯,但说到这里,你可能会想说,不管是什么成因,既然讨厌某种声音,避开不就好了吗? 理论上是没有错,但通常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 孔音症患者遭遇到最大的困难,其实不在于他如何避开声音,而是在于当他避开声音的时候,常常会遭受他人异样的眼光,导致患者间接出现社交退缩的情况。 这样说可能有点抽象,但举个简单的例子就会很好理解了。 比如说,今天有个孔音症患者极度害怕听到别人咀嚼食物的声音,那为了躲避这种声音, 他可能会尽量的避免前往像是餐厅这类会发出人类咀嚼声的场合,甚至连在家里都无法跟家人同桌吃饭,总是自己躲起来进食。 那久而久之,他就会丧失吃饭聚餐这种大家习以为常联络感情的社交方式。 就算他不想要变成边缘人,硬着头皮参加聚会,但到了现场,就可能因为被特定的声音激怒,进而去质问、制止发出声音的人。 但从旁人的角度来看,他的生气举动就会显得很莫名其妙,大家在彼此不了解的情况之下,反而容易伤害彼此的感情。 而除此之外呢,患者也可能因为声音所导致的负面情绪,影响他在职场上面的工作表现。 像是对于键盘声特别敏感的患者,平常要他待在办公室,对他来说就是一种折磨。 那假如他长期都戴着耳机或者是耳塞,又会很容易错过跟同事的交流,容易被别人误会成冷漠,故意不理人的形象。 而基于这些负面影响,恐疼症患者对于自己生活的满意度普遍都比较低。 症状越严重,他就可能过得越不快乐,几乎可以说是从个人生活、人际关系到工作状态都会受到冲击。 嗯,听起来真的是蛮辛苦的哦。 那如果恐疼症状已经非常严重,去看医生的话可以治好吗?答案是还是很难。 如果是症状轻微的患者,可能根本不需要就医,只要在特定的场合戴上耳机或耳塞就可以正常的生活。 但是就目前的统计资料,即使是症状严重、长期困扰的患者,绝大多数也不会积极地寻求医疗协助。 至于他们不愿意就医的理由呢,主要有两个原因。 第一种原因是,他们可能自己也不太确定这是不是一种病。 就像我们前面有提到,恐疼症的研究算是满新的领域, 很多人没有相关的资讯,甚至还会检讨自己是不是太敏感。 而第二种原因是有不少曾经寻求医疗协助的人, 都觉得看医生对于恐疼症的帮助不大,好像没有什么用。 那这两种原因其实也有点互相影响。 因为目前,恐疼症并没有被正式地列为一种精神疾病, 所以在临床诊断的时候,心理师或者是精神科医师, 一般都比较会聚焦在患者的焦虑、忧郁或暴躁等等的情绪症状。 而在治疗的时候,也会使用这些疾病的方式来处理, 导致他们并没有真的对症下药。 那就算有办法辨认患者就是恐疼症, 目前常见的治疗方式也不是直接用药物或心理治疗从源头拔除痛苦。 大部分的处置都是要让患者习惯, 又或者说去学习跟恐疼症共处。 比较常见的疗法通常都会跟强迫症或者是忧郁症类似。 比如说医师会让患者逐步曝露在他讨厌的那种声音刺激里面, 引导患者在这样子的环境里慢慢练习深呼吸, 跟负面情绪共处学会消化情绪。 透过这样子的训练,久而久之当患者在听到这些声音的时候, 反应就不会那么激烈。 或是在听到特定的声音时,患者也可以练习用比较有效, 或者是比较不造成伤害的方式来应对, 像是戴上耳机离开现场, 而不是任由情绪爆炸直接怒骂别人。 不过,很遗憾的是,对于大多数的恐疼症患者来说, 对特定的声音有不舒服反应的症状都是很长期甚至是一辈子的事情。 刚刚说到的这些疗法, 其实是要患者改变自己的认知或行为, 去适应那些不舒服的感觉与讨厌的声音共存。 但实际上,这些声音仍然是讨厌的声音, 患者也还是能够感受到那些不适。 而且如果患者因为这些不舒服的感觉, 导致像是犹豫症、焦虑症等等的共病状况, 那也会让当事人的生活变得更加的艰辛。 因此,除了就医之外, 身旁亲友的支持与体谅也是非常重要的。 假如你身边有恐因症的患者, 或是疑似有恐因症的家人朋友, 那当你跟他们一起生活的时候, 彼此有共识是很关键的。 你可以透过跟他们沟通, 事先了解有哪些声音、 哪些情况会造成对方的不适, 然后采取相对应的措施来减少不必要的误会跟情绪。 比如说,如果患者讨厌咀嚼声, 那你们在吃饭的时候可以试着播放音乐, 转移患者的听觉。 或是,如果你知道他就是讨厌人多吵杂的声音, 那去到这类场所时, 可以提醒他戴上耳塞, 减少声音对于他造成的冲击。 但总之,最重要或许也是最不容易做到的, 还是尽量保持一颗包容的心。 在确认对方的真实状况之前, 不要做人身攻击, 或是急着给对方贴标签。 已经一般人在看到那种打死都不参加聚会的人, 或是在办公室成天戴着耳机都不跟别人讲话的人, 我们先入为主, 可能都会对他们有比较负面或是批判的想法。 特别是如果对方突然有比较激烈的情绪起伏, 我们可能还会在心里想说, 这种人也太奇怪太能相处了吧。 但是当我们实际去了解状况之后, 或许你会发现, 他的某些行为其实是为了保护自己, 而情绪激动, 只有可能是因为他无法承受自己所经验到的痛苦。 因此, 如果我们都能够保持愿意尝试了解的心意, 那或许对于患者来说, 他们也会觉得更容易放松, 也更愿意分享自己的状态让我们知道, 彼此的相处应该也会更加的和谐吧。 节目的最后, 也想要来聊聊我们制作这一集的想法。 话说回来, 在制作这一集的时候, 我们偶尔也会怀疑说, 如果孔鹰症还没有被列为正式的精神疾病, 但我们现在却把遇到这些状况的人, 当作是得了一种病一样来讨论, 真的好吗? 但是后来我们觉得, 不管他有没有被列为疾病, 有这些症状的人, 他所受到的折磨都是非常真实的。 而且很多时候, 因为大家不认识这种状况, 甚至不知道该用什么方式来称呼, 反而会让当事人很难跟别人说明自己的困境。 就像刚刚提到的, 除了就医之外, 旁人的支持或是体谅也很重要, 但当大家都没有这些认知的时候, 这些沟通或者是说明, 其实是很难以启齿的。 就像在以前, 很多的疾病在正式定义之前, 患者也都必须要忍受各种的异样眼光, 被别人骂是神经病或者疯子之类的。 因此, 我们希望透过这集的内容, 让更多人知道, 真的有孔音症这种东西。 也希望让正在忍受这些困扰的人, 有一个自我理解, 或者是跟别人沟通的工具。 我们觉得, 像孔音症这种专有名词, 某种程度其实也可以传达出, 当事者并不是因为故意或者是个性古怪, 才会有这样子的行为反应, 他们会这样子也不是自愿的。 所以, 如果你身边有这样子的朋友, 或是你自己正在面对这样子的困扰, 希望在听完这集之后, 多少可以得到一点帮助哦。 好的, 那我们今天关于孔音症的介绍就先到这边,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内容, 可以按下追踪跟订阅。 另外, 我们在EP131页聊过一个自闭症的议题。 你或是你身边的人有自闭症患者吗? 谈到自闭症的时候, 很多人低印象, 应该都觉得他们虽然不善于社交, 但是智力很高, 很多人都是天才。 但你知道吗? 这个概念其实是一个不太精确的刻板印象。 那究竟, 到底什么是自闭症? 自闭症患者当中, 真的有很多人都是天才吗? 如果你对这个议题感兴趣, 欢迎你收听EP131, 我们会把连结放在资讯栏。 如果是对于这集孔音症的内容, 对我们的Podcast节目, 或是我个人, 有任何的疑问跟回馈, 也都非常欢迎你在Apple Podcast上面留下五星留言哦。 那今天的节目就这样告一段落, 我们就下集再见咯, 掰比!